而且現在台灣的蒜頭也是狼季 我用蒜頭去搭配這個鯨魚 它的味道會相當鮮美 基本上鯨魚的烹調 有人常常說它是豬群不惠菜 所以我們要注意什麼樣的一個訣竅 讓它吃起來 因為我知道鯨魚它油脂還算高 那怎麼樣做 它的味道會比較好 基本上煎鯨魚 你魚肉那一面不要煎太久 當然會煎魚魚那一面 因為魚皮那一面的魚皮的下面是脂肪 那你去煎它的話 它的脂肪跑出來 它油脂跑出來 基本上就比較不會把它煎到老掉 這個就是乾煎鯨魚 基隆是因為得天獨厚 我們有全台灣最棒的這個海鮮的食材 所以我們希望把基隆發展成是一個美食之都 現在要來舉辦這個餐飲的一個競賽 我非常謝謝我們今天兩位大師傅 我們林師傅還有曾師傅 他們利用我們基隆非常這個平民的一個食材 你看這白帶魚 青魚還有小卷 都是一般我們的家庭主婦 在市場就可以買到的基隆的食材 但是透過這三樣食材作為這次競賽的一個主軸 我們就希望能夠透過我們這些廚師們的 這些精心的巧思 還有他們的廚藝來展現不一樣的一個風味 我想也讓大家了解說 這些平價庶民的一個食材 也能夠變成非常棒非常精緻的這個料理 會不會也要兩位 根本很明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